脫掉微停轿车 抬起车头不到两秒钟 立刻放下 原来车上还有人 驾驶气坏立刻跳车 人在车上竟然也被脱掉 拿起手机录影向远景理论 你要自单就自单 没有关系 人在车上 你跟这个脱掉车司机 不查证 玻璃那么黑 双方大马路上你一言我一句 只控远景不查证还大小声 要是车上有小孩 是在玩悄悄板吗 他放下来的时候 本来就会有一个牵引力 重力加速度 你要查证啊 要是我车上有小孩 你怎么办 事发新北卢州环体大道 7号早上9点多 男子在老婆小孩参加活动 他聆听在红线上车上休息 结果竟然查点被远景 连人带车拖走 卢州分局回应 因为隔日指肉眼没看清楚 里面有人 不过查证不确实 承认有疏失 本案直请远景 我也仔细查点车里 有人也就有失失之情形 本来警将对于案例交易 正常来说 脱掉车道场要先鸣笛警告 确认车上没人才能脱掉 这回警方承认错误 将加强教育 不让离谱疏失 再次上演 记者叶维林飞亚乔 新北报道 我是戴力刚 也是气象专家 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讯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 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